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拍摄惊奇,我是大宇 那么进入12月,中国发生的疫情规模呀,对很多人来讲突如其来 好像变得很弱的毒株呢,一夜之间就又变成猛兽 铺天盖地,席卷全国,大有早期疫情卷土重来之势 但又比早期的疫情呢,更惊心动魄 因为当时啊,外界能够掌握到的情况 最多就是武汉以及周边的湖北省其他区域 但是现在啊,这场疫情是全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泛滥 医院和门诊爆满,药店爆满,太平间和火葬场爆满 已经在中国南北的许多地区出现 而最令人注意的重点是,好多共产党的高官,党徒及其追随者 在当前的疫情下纷纷感染,性命堪忧 有些已经是传出死心 我也相信,善于隐瞒的中共当局 也一定掩盖了不少现在瘟疫的实情 现在外界能够掌握到这么多信息 得益于日益完善的翻墙技术 海外华人娴熟的网络搬运能力 勇敢的中共体制内外的人数越来越多的爆料者 还有些许外国媒体还有官方大小媒体的报道 但就这些啊,已经足够让我们对 现在瘟疫大流行的惨状唏嘘感慨 毁灭性的灾难面前,没有贫富贵贱 不分男女老幼,无论特权卑微 也不看身价高低,只要你有一句肉身烦胎 人的形骸,就可能被那病毒找上 在三年前,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流行之初啊 海内外就流传着这样的话 说这场瘟疫呢,是针对共产党及其追随者而来 大家听清楚了吧 这场病毒疫情是针对着共产党及其追随者而来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待这句话 但是呢,到了今天,我觉得啊 至少不在少数的人对待这句话会认真起来 尤其是身在中共高层的那些党官们 会越来越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不是观望者,而是亲历者 大家有条件,有管道,有门路的啊 不妨去问问这些人 说呀,你们怕不怕 我做这个自媒体三年了啊 根据我目前能够掌握到的社会资源的了解 我是知道的 中国高层现在是人人自危 他们身边的人曾经一起花天酒地 为非作歹,甚至杀人越货 龌龊如锁镜铁链女的徐州董郎 狠毒如当众殴打女子的唐山流氓 台前伪君子台后大魔王的那些党徒们 一个个的都被病毒找上 或者即将被找上 他们不是没有醒悟的机缘 只是罪恶的狂妄自大呀 迷住双眼 断送了改过自新 重拾良知的机会 这两个字 平时好似无足轻重 但在生死之间 却是一字万钧 恶报绝不是没有 就是来的时候 看你信是不信 不可否认 在当前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中共的权力中心北京 成了重灾区 12月20号 湖南省的所谓 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出一个通知 名为紧急组织重症医疗队支援北京 湖南本地也有疫情 都要被派去支援北京 通知里要求 这个支援队伍 医生还有护士是1比3的比例 医生需要有重症医生 重症血绿医生 重症呼吸治疗师 还有重症护士等等 还有具备有充足的救治经验 而湖南省只是其中一个 中共国务院是向全国各省招募重症医劳队进京 那又会造成各地多少患者延误治疗呢 如果身为韭菜 看到这消息 您乐了 那说明您还是没在中共国活明白 平时抢掠成性的匪徒 能在面对山寨里疾病横行时 想起了给下人们好好治病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逻辑 起码重点不在这些人身上 重点在他们自己的党儿党孙那里 像我们刚才说的 在北京被感染的中共党官及其家属太多了 而且他们有些已经是得不到足够的医疗资源保障 比如中共前电力部部长齐鸣的夫人感染疫病 病情恶化之后送往北京的宣武医院 这是典型的中共体制内人士对吧 可是呢 老太太的儿子呢 想送他妈妈到医院 一打急救电话120 傻眼了 电话那边说 你们家离宣武医院不远 1.5公里嘛 自己送 不派救护车 这要个平时 中共国的韭菜们哪敢跟红后代的家庭这么讲话呀 这家人也懵了 最后真的是自己送过去的 结果这老太太儿子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齐鸣本人呢 是中共八路军 算是红一代哈 2000年就死了 他儿子是红二代 全跪之后 估计呢 没见过这种景象 他描述说 当时医院里是人挨人 哪有什么急诊 是啊 在大厅里医生就开始急救 做人工复苏 抢救20多分钟 人还是走了 他说他身边 在场的三名老人患者 当时都无一幸免 全都离世 想必这个儿子本身呢 也已经年纪不小了 当他把自家母亲的遗体 推到太平间时 吓坏了 那一开门 推什么呀 里面根本就没有下脚的地方 横七竖八 全都是遗体 大夫说呢 这些都是最近几天送来的 85岁以上老人 没有一个活着回家 最后这家儿子啊 发了句感慨 共产党官方报道 12月17号 全国阳性 1936例 死亡 两例 他说这共产党真敢报啊 这他们家 还是多少有点 优待啊 毕竟是红色圈子里的 到医院呢 不管怎么样 刚到就能找到 医生急救 一般人 大门都挤不进去 话说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共要 集掉大量外地医护 持援北京 像这种红色圈子里的人啊 医疗资源都不够了 还有个例子 现年85岁的 中共宣传部顾问 国务院的 警察特派员刘吉 12月9号 燃疫死亡 此人正是 中共正部级官员 也是到目前为止啊 中共媒体公开报道的 因燃疫而死的 最高级别的官员了 截至目前 一向的党媒啊 从来都是演一半 说一半 公开报的都到了正部级 高官内部的实际感染状况 官阶啊 可能是更高的 那这个刘吉呢 生前出版过一本书 书名叫 话说三个代表 图画的画啊 他是前党魁江蛤蟆 不折不扣的吹鼓手 刘吉还亲身到 中共各大机构办讲座 专门帮老江宣传 三个代表啊 而江泽民呢 是什么人 积极鼓动六四 对学生的镇压 事后还对四川轮奸 被劳改的六四女学生的事啊 说那个学生是什么 罪有应得 他还在党内呢 首个创建维稳办 首个在中国网络建立防火墙 并组建 零下共检法的610办公室 专私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 刘吉生前就是给这样的人权恶棍当喇叭 还有中共喉舍人民日报的记者杨良化 10号开始发烧 12月15号染疫死亡 10年74岁 这个杨良化呀 曾在1999年7月25号采访 附和江泽民作秀的中共科学院院士 何作修 污蔑法轮功 并且整理成文发表 而何作修这个人呢 被称为科匹 我们昨天呢 有报道 中共四大五毛之一的司马南呢 在12月18号 亲自向外界揭示 何作修及其妻子 理论物理学家庆成瑞 这一次都感染了 庆成瑞已经不能讲话 何作修说话含混不清 司马南呢 艰难听到几个字 是何作修说 自己这次可能过不去了 那庆成瑞说呢 他以前从来都不这样讲话 而香港媒体曾报道 何作修说 为江泽民打压法轮功 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 罗干的连接 就是呢 他们的妻子是姐妹关系 1997年呢 这个何作修啊 就给江泽民写信 要其全国禁止法轮功 1998年 何作修公开在北京电视台散播 针对法轮功的谎言 给中共打压造势 1999年4月11号 他又在大陆的青少年科技博览 杂志上发表文章 继续攻击法轮功及其学员 直接引发法轮功学员的 425和平上访 在这之后啊 何作修还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捧臭脚 发表文章啊 用所谓量子力学的发展 去论证三个代表的理论 让人呕吐不止 在中共科学院的人呢 都知道 此人一生从来都没有什么科学建树 混过来 靠的就是政治裙带 还有政治投机 此外呢 官媒《中国青年报》的社长周志春 66岁 12月14号染疫身亡 同日呢 也是66岁的 中共智库北京长城战略研究所 创始人兼所长王德禄 也因感染身亡 当然了 还有一个公众很熟悉的人 虽然尚未身亡 但是呢 也是发烧不退 感染阳性 就是胡锡进 他21号发微博说 自己情况不是太好 高烧之后又是低烧 而且都是上午退烧 晚上高烧 截至他发微博文呢 仍未好转 胡锡进的背景呢 我想就不用咱们再介绍了 大家对他是再熟悉不过 也有大批在北京的专家学者 也在这场疫情中呢 集中染疫离世 包括清华航天航空学院的 杨宗发教授 固体力学专家 黄克志院士 原学家福怀清 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赵光武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 原主任兼党委说记陈景亮 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副会长 方学辉等等 近北京大学 截至21号 已有98名教职员工 染疫离世 数字惊人啊 这些专家学者中呢 不乏参与过中共 众多项目建设的人员 幼少年参与中共夺权的老军人 没熬过当前的瘟疫 比如前中共将军 苏裕的秘书菊开 19号染疫身亡 在这里呢 我也要大家知道一下 中共呢 是没有公开报道出来的 中共没有公开报道出来的 染疫官员 还有很多 更高级别的死亡感染 都是机密 轻易不会让外界知道 现在公布的都是 官阶相对低 而且很多不是直接在正解工作 很多是退休多年的高龄老人 这是要给外界制造一种假象 好像只有老人感染 退休官员感染 非政界的感染 而这种回避的动作呢 恰恰又非常可疑 我们可以反推啊 那些年纪没有很大的 现任的 在中共核心圈子里的高官 一定是被隐瞒的重点 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 12月15号到16号 中南海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习近平还有新的常委们 以及李克强等高官都出席了 但是下面有很多高官都缺席会议 香港明报在20号的报道中 点明了这些缺席的高官 包括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何卫东 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比如王晨 杨小杜 许其亮 赵克志 刘金国 周强 张军 丁学东 江信志 刘建超 刘洁一 李小新 唐灯杰等等 全都没露面 而明报说呢 这些人恰恰也是应该出席的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北京疫情这么严重 外界会怎么判断 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相关的迹象 12月21号 北京301医院的门口 一度被封锁一个多小时 往往都是有很高级别的官员啊 去看病 才会这样 当地网友说呢 可能是中央军委的高官 我们刚才点到名字的张又霞 何卫东 许其亮 这都是军委的高层 习近平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职务 而且在封锁的同时 301医院附近的三座立交桥 也都被封控 这家医院是中共中央的保健基地 隶属军方的联勤保障部队 好多在北京最高级别的大官啊 看病都在301医院 我们刚才说的都围绕北京啊 全中国其他行业 圈子 各地 都在疫情烽火之中 很多艺人也传出了感染 因为亲共啊 被很多人是骂得很惨的艺人 黄安 21号发文说自己也感染了 当时是发烧38.9度 大陆知名艺人 甲乃量也确诊阳性 高烧持续三天 飙到39.5度 他说自己差点死掉 整个人烧得冒出火星子 还有汪小飞 黄子涛 最近呢 也都传出确诊 目前呢 说是有所好准 在大陆其他地区 比如石家庄 当地的火葬场运转不开 一体开始转往下属地区 分担焚化压力 其中石家庄下属的 元氏县殡仪馆 13号就曾发出通告 说暂停接收来自石家庄市区的遗体 因为他们有三台焚化炉都出现故障 13号就这么多遗体了 可见当地疫情的严重 还有官方的隐瞒程度 在湖北武汉 当地一位沈先生说 自己小区95%的人都感染了 包括家人和邻居 他们小区有7栋楼 大约住着2000人 95%的人感染 是什么概念 可想而知 而在南方的广州 当地的广东省第二医院 对外求助 说自己太平间已经放不下遗体了 求助往别的地方转移 但大家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对话吗 是今年10月20号 还有南方医科大学 中西医结合医院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二医院等等 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他们在流程出的对话中 明确地说 绝大多数是阳性患者的遗体 在10月份就已经这样了 可是官媒一点都没报道 上海也一样 彭博社在21号报道 上海同仁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 在走廊里就地治疗大量患者 当地的发热门诊外 也是排启长队 药店的感冒药 退烧药被抢购一空 那今年年初呢 上海刚经历严厉的封城 现在的上海市民们说 他们正在重复经历 当初所经历的一切 还有一位推特网友 在21号分享了 最近国内一些城市的 火葬场招聘启事 有深圳的 安徽的 北京的 山东烟台的 甚至还有西藏的 待遇都不错 有的每月是7500人民币 有的是年收入最多达到12万人民币 这些招聘启事啊 看着都让人不寒而栗 当此之时 希望各位观众啊 多多保重 无论怎么难 保持善良 保持乐观 好的心态和品格呢 一定能帮助遇难成祥 好那今天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新闻派遇惊奇 目前有三大平台 首先就是欢迎大家 订阅我们这个 YouTube上的 新闻派遇惊奇频道 另外呢 就是在干净世界上的 我们的新平台 也希望呢 大家去点击 那个关注按钮 再来呢 就是我的推特账号 个人的推特账号 atxwpgq 当然还有一个节目的官方账号 此外呢 您在Telegram上面的话 也欢迎您加入 我在Telegram上面的群组 那以上信息啊 我都会放在置顶留言中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